让我们先通过一段舞台的表演 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要登场的 幸福心愿持有人 来有请 第一次成家 总之有太多的第一次了 有一个男孩呢 从小他就和别人不一样 他也有很多的第一次 在他上学的时候 他去打开水 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脚 没有办法不能上课 只好一个人呆呆地坐在了宿舍里 这个时候 他的爸爸来到了宿舍看他 看到他这样 爸爸非常心疼地对他说 孩子 要不这书咱们不读了 你跟我回家 我养你一辈子 他听了爸爸的话 非常坚定地对爸爸说 不 我要上学 这点痛算什么 如果我不上学的话 那我岂不是成了废人 那一刻 他第一次 找到了活着的价值 他按下决心 一定不能让父母失望 他做了很多 在旁人眼里 根本不配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他第一次考取了心理咨询师 他第一次当上了广播站的站长 他第一次走进了直播间 他第一次学会了音频后期制作 他第一次去到了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 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个男孩叫做汪红 一名盲人 汪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汪红 刚才的这段比较短的一个演讲 算是对自己过往的一个回顾吗 算是一个小总结吧 那么多的第一次 对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不安于现状的 就是我觉得 我的生活当中 凭什么就要被这种命运所束缚呢 我为什么非要去做按摩呢 难道我就不能做点别的 所以你就折腾了很多很多领域是吗 对 刚才听到有这个心理咨询师 对 做直播 对 做电台工作 对 我现在在做音频后期自媒体 就是一般都在北京啊 这些地方 但毕竟是看不到 对 生活上有一些不便利 这样出门这么远 家里人会不会也担心你呢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 你没有想那么多吧 就是一想到学习 我就问妈妈要钱啊 或者说怎么样 就没有考虑到妈妈不容易 后来觉得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嘛 我的父亲 也生病了 就是脑医血嘛 妈妈要照顾他 然后我又一直在外 一直都没有回家 因为当时的时候 我就想着 哎呀 我回家也没有什么用啊 然后觉得 又帮不上什么忙啊 而且我还要学习啊 我还要赚钱啊 反正就是 找一些理由 就没有想那么多 就觉得我回家 可能妈妈也要照顾我 还照顾爸爸 然后也就不回家 一直就是在外面飘荡 着击乱 到我 下班 我还要在买它